各位观众你好 今天是2020年9月28号星期一 感谢你收看前进大趋势的节目 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我们预告这个行情会在这个地方做主题 那投资朋友你的机会又来了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机会 我们在影音的后段会给大家一个结论 那昨天录制这个周报的时间有比较晚 所以有些投资朋友还没有看到这个周报的节目 那我们在今天呢 也会跟大家做一些分享跟补充 我们昨天跟大家谈到融资断头 股市就做一个反弹 那今天台北股市呢就呈现一个大涨 上市部分大涨了200多点 那贵买中心也大概上涨了1.4%左右 同时我们昨天跟大家讲到的成长产业 加上击败大盘的股票 这么大股本的公司我们公开分享 今天也拉上了涨停板 在这里拉回很多投资朋友 会看到很多节目告诉你 跟你讲在这里是机会是买点 那前提是前面有没有带你做减码 这才是非常重要的 那为什么这行情我们会讲到说这个会有机会做足底呢 当然也不是空穴来风 盘中的工具非常的重要 早上9点半我告诉会员朋友 我们盘中工具数据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可以锁定我们在最新的投资组合里面的 击败大盘的股票 那在这个11点半我有给会员朋友这个结论 为什么在这里我们看似会足底呢 很多投资人会看到说今天台北股市上涨 这个量的部分只有1500多亿 那贵买中心的量也是相对少 量说有两种走势 一个是反弹一个是足底 那为什么我们认为是有机会做足底呢 那当然是从我们工具的一个数量可以看得到 卖压的部分相对上是非常轻 在这里大多数是想卖都已经卖掉了 所以在这里卖压都还是维持非常的轻 所以依照我们过去的经验 这个市场上在这个地方的区间下源 是非常有机会做足底的 那周报节目跟大家讲到说 融资断头股市就反弹 其实这几乎是不变的道理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在节目上都有跟大家强调 目前这个行情跟环境 我们不建议投资朋友 你去用融资去做操作 这个有些股票再好下跌融资续增的话 在这种市场上普遍没有信心的行情之下 你会看到股票的部分 就是大户基本上就是会跟你做对作了 你看到这个大力光的部分 在今天的一个行情指数大涨 它盘中的部分都还是呈现一个 拉回几乎是创近期新低的一个情形 哪些信用从外面有问题的股票 都在我们的LINE的主页上面做更新 我们ID是小楼随权TEC 或者是你扫买这个标签 最新的名单我们更新在LINE的主页上面 如果你有持股的问题 把你的电话留下来 我们会透过我们前满盈系统来协助你 在周报也跟大家补充到 我们从6月份到现在 跟大家讲关盘的两个重点 一个是NASDA 一个是美元的部分 NASDA的关键的价位在11000 那美元的一个景线位置在这个94块这个地方 那我们在9月23号的节目 跟大家更新看法 因为我们在8月15号的周报 有跟大家谈到 我们认为这个资金行情跟美元的弱势 它会持续到这个总统大选那附近 那在9月23号的一个美元突破这个景线之后 我们跟大家更新这个看法 因为这个整理的修正是提前到来的 那观众朋友我们也在节目上跟大家强调 这个转强它是短期 我们也不是去看空这个行情 而是跟大家讲到市场上 因为美国总统选举的不确定 做一个提前把资金做减码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周报是不是也有跟大家更新 这两个一个走势的看法 一个是NASDA 一个是美元指数 那纳斯达克它的一个月线的扣底的部分 即将要往下去做扣底的动作 那1万1的地方也都有呈现一个回撤2到3次 都有守住的一个情形 所以月线扣底的话 在接下来的一个时间点 只要NASDA它能够守住1万1 我在周报节目已经跟大家预告了 国际股市它就有可能是一个强势性的整理 那再来就看到美元的部分 美元我们提到说在这里的一个短线的转强 但是它前波的套牢的头部区是非常大的 所以在这里只是把它视为一个短期的转强 那如果它只是个短期转强 那如果国际股市也因此做修正 台北股市也修正 那在这个地方又出现了一些有利的讯号 那投资朋友在这里当然就是一个你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在昨天已经跟大家补充的看法 那目前 股计盘的走势 包括国内的走势 大致上是符合我们预期 所以邀请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在YouTube这里点选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之后记得开启小铃铛 才会收到影片上传通知 周报跟大家讲到 你要锁定成长的产业 跟找这个击败大牌的股票 那重点是说 在这里跟你谈论 可以进场买股票 前面有没有先带你去做解码 这很重要 先有解码再谈买点 我们在9月6号的会员专区 我就告诉会员朋友 我建议把持股的比重降到4成以下 9月22号的公开节目 有跟大家公开分享 那行情的规划 我们原先计划说 季底是有机会 往上拉高去做一个坐账 那这个坐账 我也是告诉会员朋友 这个是一个调整股票的机会 我想我在公开节目 有跟大家去做过暗示了 那很多投资朋友看节目操作 其实重点是 不太会去做一个应变跟处理 在上礼拜一 因为我们盘中工具有出现一些讯号 所以在当天我跟投资朋友讲到说 我们依照讯号去做一个调整持股的动作 那包括我们独家数据的筹码线 在这个9月21号的当天 都是呈现一个跌破50 那跌破50代表说 这市场上的大多数的筹码都形成套牢 从7月底到8月份的这段时间 筹码线几乎都是在50以下做盘旋 尤其在贵买中心 这个也是这一期的操作 为什么这么困难 因为大多数的股票都有呈现一个 筹码套牢的问题 那这个就是透过大数据 帮你拟定策略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在关键时间点 9月21号的这个地方 这个卖出点 投资朋友如果你没有这样工具的话 我想在这段时间的拉回 很多人告诉你 回来月线市买点 回来季线市买点 但是上周连续性的跌了5天 21号的礼拜一卖出哪些股票 我们节目上都有公开讲 当然红基的部分 我们跟大家谈到说 25块以上 我接会朋友去做出厂的动作 那投资朋友在上周五的红基 就有呈现一个补跌拉回 那我在周报也跟大家讲到 这个不是看坏 21号出厂的一个景硕 景硕在69块多 这附近做出厂 那上周五的最低是达到61块3 那我是不是也跟大家讲到 这些公司我们都有看好的理由 绝对不是看坏 而是行情有些变化的时候 要去做一些应变 我们在周二节目 跟大家提前预告 周结算的星期三 有机会做反弹 这个反弹 我也是建议投资朋友 要去做解码的动作 那在一早 我们看到美元突破了94块钱 台北股市的量 也都是呈现萎缩 所以我在当天一早 9点06分到9点15分 那我请我的两组会员朋友 个别去做解码股票 跟出勤股票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些都是盘中操作的应变 那我在周报也跟大家 很明确的讲 台北股市它没有悲观的理由 各大信贫机构 把台湾的一个明年的一个 GDP的一个成长 都是上修的 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个 政府的债务 相对于比其他国家来讲的话 都是非常的好 所以台湾是新兴市场的首选 我在昨天也这么讲 台积电的一个 在南科的一个设厂 很多的国外的外资 都要来台湾做一个设厂 形成一个产业的聚落 所以我跟大家讲到说 当环境不好的时候 你更要保持正向 因为台湾是没有悲观的理由 9月12号跟大家预告趋势 一个新的趋势 就是供应链重组的这个趋势 陆续你也开始看到说iPhone开始形成两套的供应链 供应链重组之下 会有很多的公司受惠 当然也会有一些公司受害 如何去避开这个受害的产业 所以观众朋友 你一定要透过专业的人士来协助大家 多头的条件为什么不变 我讲的非常的清楚 一个是美国联准会的货币政策 这个宽送要到2023年 还有三年的时间 长期的低利率 让很多市场上的一个商品爆头率很低 所以股市绝对是首选 所以你看到后面的一个经济数据开始好起来的时候 你才要买股票 那相对上买点就错过了 盘中的操作的部分是不容易的 尤其资金行情波动这么快 我周报节目也跟大家去做过分享 上周五的一个股市 收盘虽然只有小跌 但是盘中的一个股票下跌加速 跌的幅度都非常的大 那如何透过盘中的一个工具指引你 在周五你不应该去杀低 在11点半我告诉会员朋友 盘中的工具来看的话 卖压的一个水准已经相对很低了 所以我告诉会员朋友 在12点51分的这个地方 我们提到融资有机会续减 在当天有机会是一个恐慌的一个低点 重点是说我们已经有带会员朋友提前做好一些资金控管跟做减码 所以投资票个股的操作盘中的工具 这个是不是你需要的 周报节目也明白了跟大家讲 我们认为是有机会守住相信的 因为这个拉回过程当中 融资是做停损的 所以我们带会员操作的一个策略 从我们大数据去选择出来 成长产业加上击败大盘的股票 我们昨天周报用这个金像店的部分去跟大家举例 什么是击败大盘的股票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去看我昨天周报的节目 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那我们在昨天的周报节目 是不是直接跟大家公开分享2303的连电 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连电 因为他的股本是1200多亿元 这个不是我们嘴巴喊一喊 就喊了动的一个股票 转强价格在25块钱 那昨天的连电收盘就刚好是在 这个25块的这个地方 这么大股本的公司 我们讲完之后 他可以拉涨停 所以你更可以去验证到说 我们大数据的一个选股的一个实例 再度的分享说 还有哪些的股票是这个击败大盘的股票 那我想眼尖的投资朋友 应该也不难去做一个猜测 第二档股票 5G生化家的股票 IC代工的股票 那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的 8086的红杰科 而且各股的价位 我们都有设定给会员 投资朋友可以看到 我们设定的技术面区间的上缘 103块钱 红杰科的股价 它也是呈现大涨 最高就是103块钱 所以观众朋友 股票选给你 价位设定给你 那重点是接下来该怎么去做操作 所以投资朋友 在各股的操作 接下来你真的不要去乱交易 一定要透过一些策略的方式 因为现在市场上的电子类股 有些是受害 有些是受贿的 那哪些是受贿的 透过大数据来帮你做选择 包括我们昨天也跟大家讲到 这个暴跌币买股 相对看好的原因 我昨天都讲很清楚了 观看投顾节目 该注意的事情我都有讲 节目上一定要先预告 我想今天一定会有很多人跟你讲连电 跟你讲红杰科 但是重点是在昨天 甚至在礼拜五那种下跌的时候 会跟你讲这两档股票的 我想节目上也是找不到的 所以一定要先有预告的动作 那有绩效一定要拿出证据 证据就所谓的抠讯 那我们节目是不是都会先跟大家做预告 在今年的5月23号 我们跟大家讲到 我们看好远距离办公 当时跟大家讲两档笔电的股票 一档是红基一档是华硕 华硕当时股价是204.5元 会论朋友买进华硕穿价证据 我们节目上都有讲 那观众朋友 8月份9月份是跟大家强调 资金行情你就要去做 有价有量的公司 所以华硕的部分 是不是震荡之后都能够快速性的回稳 今天华硕的股价 包括红基的股价 观众朋友 你这是可以看得到的 华硕今天上涨了2.23% 再度占回去250块钱 2353的红基今天上涨了3.75% 而且也都是有占回到 我们卖出的价格25块钱 所以观众朋友 这行情的部分 我们跟大家讲 多方是不变的 那重点是 你资金如何去做调配 那你到底要锁定哪些股票 所以这些股票 即便你不卖 它到现在 其实它也不会让你赔钱 所以这个就是做 有价有量公司的好处 红基我们是在这个16块1的这个地方 跟大家做预告 会员朋友布局 红基的当时的穿价证据 16.35元 然后17.85 这附近的一个加码证据 7月20号 红基连续性 它出了两根涨停板 8月20号的台北股 是重挫600多点 红基当然也会受影响 但是股价能够快速回省的 是不是这些有价有量公司 今天红基的股价也快速回省 所以投资朋友 资金行情的重点 我们都跟大家讲的非常明确 然后在这个9月21号上周一 这个地方建议去做出厂 其实后面几天都在25块以上 这些有价有量公司的操作 你是可以得到验证 昨天的一个周报节目 跟大家讲到 红基的拉回没有看坏 重点是下一个买点 所以如果你持有红基的在这里 拉上来是不是该先出 还是该找加码点 持有的投资朋友 邀请你可以加入我们LINE 我们待会们的操作选股 都是透过大数据的方式 大数据都能够领先 就像你在8月22号看到 拜登的民调领先 绿年的股票呈现大涨 那忠实粉丝 我们是在7月29号 就跟大家预告 我们看好缺点的族群 当时跟大家讲的太阳能 也跟大家讲到这个风力发电 隔天开始跟你点名 太阳能的股票元金 元金当时股价是14.75元 元金到9月22号它已经涨到20几块钱 行情震荡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这些族群 非常强势都还在月线之上 隔天的元金就拉上了涨停板 那我是不是告诉投资朋友 你要等到利多才去买这些股票吗 如果你用利多才去追高的话 那上周五元金是快打到点灵板 那盘中如果有我们的导航讯息 你知道在12点多是在杀融资的话 那元金我相信你就不会杀低了 因为它又拉回到快平盘附近 当时跟大家讲的时候股价都在低档 所以你一定要在低档去做卡位 8月4号跟你点名茂迪 茂迪当时股价是9.61元 涨到了9月9号的这个位置的茂迪 26.65元的茂迪 我们跟投资朋友谈到说 我不建议你去参与它的减资 8月4号跟大家讲的锋利发电的四季缸 包括上尾投控 四季缸当时股价94块 上尾投控当时股价是105元 到9月份这些公司是不是都拉出了波段涨势 所以观众朋友重点还是在于低档 什么时候有机会的时候 你开始去布局跟卡位 只要幅度一拉开 你的操作策略都会非常的轻松 所以在资金行情之下 我建议投资朋友真的不要去乱操作 我们待会们操作的缺电概念股 节目上也都是有先预告的 7月30号待会们买第一笔 8月4号买第二笔 8月7号去买第三笔 这个在8月6号节目都有跟大家做过预告 长线低档报大量的股票 后面跟大家公开验证是联合再生 这是会员朋友买进联合再生的穿价证据 9.05元的买进 9.17的加码 包括9.25这附件加码证据 8月10号跟大家做验证的 当时的联合再生拉上了涨停板 而且这家公司 它是200多亿大股本的公司 8月14号的联合再生再度拉上涨停板 所以这些公司包括像红基的部分 我们是不是从预告布局加码到创新高 这个才是你看节目应该出现的顺序 从9块出头到13块1 这个是超过4成的价差 9月22号跟大家讲到 太阳能的股价一样相对很稳定在月线附近 隔天有利多 联合再生拉出了这根涨停板 当天什么利多 我其实有讲过 就是中国针对减碳的目标 所以投资朋友不要看利多才去买股票 如果你追高了在上周五的震荡 联合再生是接近到跌停板的位置 所以我跟大家强调 当大数据有利的时候 股价在相对低档的时候 你在第一时间去做布局 这个你才会有利润 周报节目跟大家讲的结论 目前守住相行的一个策略是成功的 我们跟大家讲到击败大盘的股票 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了红杰科 你是可以得到验证的 哪些的公司是接下来你可以值得去做注意 跟换股的 这个都是投资朋友你的机会 邀请你可以利用我们终究豪理198的方案 跟上我们操作 我们讲到的机会又来的是什么样的机会 最后跟大家做个结论 在这里我们认为有机会量缩呈现一个主底 主底过程当中投资朋友 有些个股的部分在接下来两天记底 还是有机会向上去做反弹 主底的话你一定要把你手上的一个 比较没有机会的股票 换到产业前景不错 以及我们讲到的击败大盘的股票 如果在这里你还是都没有去动作 没有把股票去做太弱流强的话 那即便选举之后的行情 资金行情开始展开的时候 那这个行情可能跟你又没有关系了 主底的状况之下 是你非常好换股的机会 所以邀请投资朋友你可以利用 中秋毫里198的方式跟上我们操作 如果你不方便来电的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这里点选箭头 下面或申请表连结 点选连结右边表单 帮我正确填写送出资料 可以来体会我们最新的会影音 那持股解析 我们用系统帮你看一档股票 请你把资料正确做填写 那你也可以直接来电 我们公司电话是2653-8299 2653-8299 感谢你的收看 祝您操盘顺利 谢谢